近期因为疫情让部分民众的经济状况受到影响 像是可能有人卡债还不出来 或者是需要靠借贷来度过难关 金管会最新拍板要延长申请展延的期限 过去金管会多次寄出措施 请各银行对受疫情影响还款有困难的人 让他们的个人金融产品能够还缴或展延三到六个月 最新的受理展延期限本来在今年六月底就会停止 现在也协调银行延长信用卡及其他个人贷款的债务协处机制 受理期间到12月底 协处机制产品范围锁定个人金融产品 包含房贷车贷消费性贷款以及信用卡款项等 其中如果民众有卡债 信用卡账单的应付账款可以申请还缴三到六个月 还缴期间免收违约金和循环利率 至于其他个人贷款本金或利息可以申请展延三到六个月 展延期间一样免收违约金及迟延利息 就怕民众有多笔债务因此申请不以一次为限 另外个人信用记录方面在展延期间不受影响 尽管会强调民众如果确实受疫情影响 还款有困难 可以在受理期限今年底前向往来银行提出申请 就算已经申请过还是可以再提出 希望能帮助民众恢复正常经济运作 TVBS新闻区宽商区会查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